披蓝营消费韩国瑜 黄氏休批 蓝营大佬为选后布局强绑上车 2024总统大选即将进入登记阶段 外界关注蓝白整合 被外界视作扮演统估角色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传出 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邀请 担任副党主席朱立伦12日证实这项消息 引发热议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敬办发言人黄氏休针对此事 在脸书发文 表示自己其实不太高兴看到国民党消费韩国瑜 直言某些蓝营大佬瞄准选后权力布局 现在这些动作就是抢绑韩国瑜上车 黄氏休12日在脸书发文 称其实自己对国民党消费韩总是不太高兴的 韩国瑜是自己郭台铭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好朋友 也是各方信任的最大公约数 早在9月初韩国瑜就说过 如果党中央认为需要他帮忙协调再也整合 他不计较任何职位 但韩国瑜不是想自己来事情来做 如果朱立伦认为蓝白和有共识 韩国瑜自然不会插手 黄氏休列出时间序 表示国民党不断放话蓝白先和9月谈立委 10月谈总统 至于跟民众党有没有共识 答案很清楚 就是一场骗局 并形容 国民党墙上柯文哲不成 回头吃韩国瑜和郭台铭豆腐 一下子说要将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第一名 一下子又说要把郭台铭列为不分区龙头 当立法院长 原来国民党的不分区是双头龙啊 又单引号 黄世修指出 10月6日中广等市长赵绍康 预告韩国瑜将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同台 接着侯友宜亲口证实 10月9日韩国瑜先一步贴出 和柯文哲合照 惊动党中央媒体询问朱立伦是否授权韩国瑜去见柯文哲 朱立伦拒绝回应 当天侯办公告将由进办执行长金普聪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出面协商 排除韩国瑜角色 10月朱立伦透露已邀韩国瑜担任副主席 12月接着爆料副主席 是几个月前韩国瑜主动提及 黄世修直言 当某些蓝营大佬瞄准选后权力布局 现在这些动作就是强绑韩国瑜上车 选前这一局里别想脱身 并坦言韩国瑜是语言的天才 爱他不愿得罪人 宁可自嘲的幽默 相信韩粉们都看得出来 韩国瑜的真心和无奈 黄世修表示 韩国瑜是背着石头唱歌 吃力不讨好 并指出韩锅 磕都不计较得失 愿意背着石头 扛起沉重的责任 但有些人却像薛熙福斯 永无尽头又徒劳武功 机关孙静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闻